张星宇因虚假宣传微商被调查 内容曝光后,网友和姐也帮不了 婚后,张星宇过着悠闲甜蜜的生活 几乎淡出了娱乐圈 大家都想知道她是否打算退出这个圈子 作为全职太太待待在家里 从她分享的一些日常事物来看 这是很有根据的,但看起来很快乐 然而,最近,张星宇遇到了麻烦 她曾经代言的微商产品被爆出了 有问题明星代言的微商产品很常见 但很多粉丝都非常反对偶像代言微商产品 因为微商在大多数人心中并不好 可以说是代言的三无产品 当然,并不是所有的微商都是坏的 但这个行业很混乱 如果我们做好调查,确保产品没有问题 也可以接受的 然而,张星宇显然不了解这个品牌 她代言的产品因虚假宣传被罚款80万元 我不知道她会做什么回应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